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 台湾、日本及香港深仗者展出156件作品 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与日本社会扶植法人信乐会 共同举行信乐吹来的风展 台湾、日本、香港交流展在高雄 本周于高雄市文化中心致珍堂开幕 信乐吹来的风展走过日本、泰国等国 第15回国际连展首次来到高雄 日本社会扶植法人信乐会理事长林进 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理事长陈成亮 及高雄市教育局长参与开幕式 信乐会位于滋贺县信月丁 成立63年 信乐吹是日本六大固窑之一 现已障碍者就业闻名 2011年起与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合作展出 本次参战作者既有日本16名 台湾47名及香港8名 现场展出水彩画、油画、版画及立体陶翼作品 由高雄市多名特殊教育老师担任导览员 男子特殊学校学生高中二年 及林从其制作陶翼无辅千岁 日本信乐会穿月状真画作及台北市鸿爱服务中心徐维臣陶翼 受到注目 林从其表示 无辅千岁风格随兴 喜欢庙会活动并对佛道信仰前进 以陶土创作出心中最熟悉神像造型 穿月状真展出各国国籍小画拼贴 他将绘画当成每天功课 用影印制画后保存 而徐维臣陶翼作品 台湾创作出各地建筑物 小吃特色 范逊律说 透过艺术连展让特教生作品得到更好宣传 孩子们学习艺术持续成长 开启令扇窗 战期即日起至8月20日 期间规划原生艺术陶翼创作体验活动 乐止去和止于至江土工作坊 漂流木创作等时长假日创作工作坊 预约报名者优先参加